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食种类众多 可以从早吃到晚 大家快看 快看 快看 这面条点着了 好震撼呀 真的着了 一边燃面 为什么能够点燃呢 想要燃面做得好吃 需要解锁怎样的隐藏秘籍 特色神奇小工具到底有何妙用 这乍一看上去呀 很像一个小搓一板 美食达人和网红爷爷的默契配合 这是要做出什么美味 闻着就受不了了 好想吃啊 我就呼吁全天样的男人都学习厨艺 然后都做性感男人 宜宾烧辣界的神雕侠侣不仅颜值能打 制作烧辣也有独门秘籍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包裹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燃面 燃面 还是燃面 宜宾人的一天就是从一碗燃面开始的 这家面馆人挺多 吃的是什么呀 燃面 这面好吃吗 肯定好吃 我们专门开始就在这边吃 墙上的招牌有十几种面 可多数人点的都是燃面 燃面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 能在宜宾人心中成为绝对主角 宜宾燃面真的能点燃吗 想要寻找答案 我得先找到一个人 要找到这个人 不是在厨房 而是要到健身房 原来每天上午都是他的健身时间 雷达不动 而他认为练好臂力 正是做好宜宾燃面的关键 我是曹志清 一比燃面三代产生 我煮燃面煮了五十年 吃燃面来找我 燃面不仅味道好 而且真的能够点燃 这背后到底有着什么制作秘籍 燃面的面不一样 跟平时候的其他面粉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主要是鸡蛋 曹师傅说 500克面粉搭配两个鸡蛋 和出来的面硬挺 和面过程中不放水 经过三擀三推三压 这样擀出的面 才能嚼起来有韧劲 过程中全靠两只胳膊上的力气 我真的特别均匀 我现在从这个地方掀起来一点 有没有那种宣纸的感觉 把擀薄的面片切成1.5毫米宽的面条 大家看 特别细的一条面 这是一根香菜 他们两个的粗细相比 我这个面条比我拿的这个香菜还细 接下来的煮面捞面也很有讲究 只见曹师傅把一撮面条下入锅中 不到一分钟迅速用照理捞出 咦 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甩面 甩面 对 主要是把这个水分甩干 如果动作要大 就捞高一点 动作快一点 你看啊 这就没有水了 哦 看吧 面条掉起来无水 嗯 看见吗 原来捞面出锅的那一刻 最重要的环节是甩面 必须用大力气 反复斗甩 保证面条上几乎看不到残存的水分 此时的我不禁也想一试伸手 这样 甩的时候要用弯弯 嗯 对 动作快 来 音乐 音乐 这样 对 这样 对 你做款 水样 嘿 嘿 嘿 咦 你看没有水了吗 还可以 还可以啊 看来姿势好看不重要 把面甩干才是王道 我明白了 制作宜宾燃面 无论是活面 揉面 还是甩面 都需要过人的臂力 这也正是曹师傅坚持健身的原因 曹师傅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了 制作秘制香油 八角 山奈 丁香 小茴香等香料用水打湿浸泡两三分钟 这是曹师傅独创的方法 他发觉浸泡可以让香料的味道更好地融入到热油当中 菜籽油熬至断生后油温达到七八成热下入香料 其中还要包含一种特殊的香料 中火熬至大约二十分钟 香喷喷油亮亮的蜜质香油就大功告成了 有了蜜质香油打底 再加入红彤彤的蜜质辣椒油增味 蜜质酱油添色 再撒上宜宾特色芽菜 花生碎 芝麻和香葱 一碗宜宾燃面就制作完成了 走 咱们尝尝去 大家看啊 我现在把这个燃面加起来的时候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燃面周围沾着各种的调料 看上去你就感觉像是这个 马鱼桑树 对 所以你这一口面下去啊 是非常丰富的啊 好香啊 你这一口下去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满足 油亮亮的面条 裹着花生碎和芽菜等各种调料 一进入口腔瞬间点燃了味蕾 香味浓郁热辣 这时会吃的时刻往往还需要配上一碗清淡的蔬菜汤 此刻的我吃的是心满意足 突然想要试试我这碗里的面条能不能点燃 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哦 大家快看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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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条捡着了 哇 好震撼呀 真的着了 一冰燃面 真的能燃 一冰燃面 为什么能够点燃呢 曹师傅向我揭开了谜底 首先要用鸡蛋和面 减少了面条本身的含水量 第二 煮熟捞出后的甩面极其重要 保证面条表面尽量不再有残留的水分 第三 充分搅拌油料 使各种油能很好的附着在面条上 三者缺一不可 燃面就真的能点燃了 虽然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 但曹芷青总是闲不下来 最近几年 他又在逐步摸索 把一冰燃面所用的食材 和本地的地标建筑大关楼进行结合 制作出观赏性很强的一冰燃面作品 要把这个燃面走遍全国 走遍全世界 要人都知道一冰燃面 四川人对辣味美食情有独钟 辣可以瞬间撼动味蕾 释放激情 川南小城宜宾 位于金沙江 闽江 长江 三江交汇处 沿江而居的人们 为了应对潮湿的气候 自然更是离不开辣 接下来我要品尝的这道宜宾美食 会用到一种当地特产的蜜料 想要找到它 得用到一件神奇小工具 大家看 中间是很多钢丝 这乍一看上去 很像一个小撮一板 但是据说它可是制作 接下来这道美味 必不可少的工具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这长相奇特的工具 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找到一位叫做杨顺青的老人 就能揭晓答案了 我找到它的时候 它正在菜地里忙活着 你看我拿这个来的 用得着吧 暂时用不着 用不着啊 那拿哪个 先放好 先放好 那先放这 一会儿就用得着了 一会儿用得着 一会儿就 就直接砍就可以是吧 用去砍 杨大伯说 先收青菜再回答问题 为了表示诚意 我二话没说 接过镰刀就干了起来 论起干农活 咱可是有经验的 这不很快就看到了成果 让我看 可以吗 真棒 原来我们收割的这种菜 当地人叫它青菜 学名小叶芥菜 是专门用来制作芽菜的原料 而我要寻找的特殊蜜料 就是宜宾芽菜 芽菜由青菜发酵制作 是当地寻常百姓家里 离不开的佐料 芽菜扣肉 软糯美味 肥而不腻 芽菜回锅肉 香味独特 下饭可口 干边苦笋 苦笋滋味鲜美 芽菜咸香浓郁 川南地区 温暖潮湿的气候 让这种长精绿叶的青菜 得以茁壮成长 每年中秋节前后播种 过完春节就是收获的季节 现在是时候破解这个神秘工具的真正用途了 放在板凳上了 切菜的是吧 花芽菜的专用工具 一般来说 制作芽菜需要选取青菜的嫩精 除去叶子 长长的精 划成小细条 使用小刀划条 不仅需要一定技术 而且效率也慢 使用这种工具 只需把青菜往上一插 再使劲一拽 粗壮的青菜精就被自动分成了许多小细条 这么摆嘛 花好的青菜晒上三四天 就可以用来腌制芽菜了 芽菜的制作要经历三次发酵过程 每次发酵都要经过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前两道发酵都是用盐腌制 而第三次发酵则要为芽菜增添一层甜鲜的口感 用到的就是红糖 将红糖加热融化 熬制成红褐色的糖浆 接下来就要把熬好的糖浆拌入芽菜中 大家看看这糖浆 你看看 绝对的甜蜜啊 焦糖味道 基本上就是要上这些色就行了 主要的作用就是上色 就像我们做红烧排骨 锅底要炒一点糖一样 红糖为芽菜染上色泽明亮的红棕色 而其他三种香料 八角 山奈 花椒 则在咸与甜之间又增加了麻香的层次感 使芽菜的味道更加回味悠长 发酵毯子上的微孔 及透气的茅草盖子 帮助坛内的芽菜呼吸 产生独特的风味 我带着杨大伯家之前做好的芽菜存货 要去见一个人 我是阿米也是一个美食短食品创作人 别人的爱好都是打球运动 而我的爱好是当菜市场 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个食材 我这个调的 我觉得非常的有欲望 把它变成一种美食 稍微飞一点 阿米原名戴云伟 是宜宾当地的美食达人 因为实在太爱吃 索性自己钻研起了菜品的制作 阿米几乎每天都会在网络上 发布一段制作川味家常菜的视频 精心烹制出各种家常菜品 让他乐在其中 桌上片 右手串 会做法令来人最新感 开杆 今天要做一道芽菜 烧鱼 芽菜鱼 这鱼还活着呢 对 身心的心鲜 给它吹个棉 眼睛去 眼睛去 阿米做的这道芽菜鱼 用的是肉质鲜嫩的鲫鱼 配料有五花肉 芹菜 以及泡椒 和葱姜蒜等调味料 让我意外的是 这里还会用到五花肉 一道菜里就做到了 既有鱼又有肉 这鱼和五花肉的组合 再加上芽菜做辅料 究竟会碰撞出 什么别样的味道 平常家里主要是你做饭吗 对 我是主要的 我又呼吁全天下的男人 都学习厨艺 然后都做性感男人 所有的菜全部是 切口口就可以了 鱼不是切口口 就配料全部都是丁丁 对对 丁丁丁丁丁 现在所有的调料都准备好了吧 对对对 一二三四五六 七种调料啊 食材调味料准备齐全 稍等 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 马上登场 阿东 点火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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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有气势啊 这位老人是阿米的爷爷 阿米家做饭用的是柴火灶 火力大小完全要靠阿公的控制 祖孙俩必须默契配合 才能成就完美的菜肴 起业烧火三十年 起业烧火三十年 五十年我估计有 像这种柴火灶 我觉得阿公要大就大 要小就小 这个还得有 要有份躁愈 智能控制的 鱼控制我就是 鱼控制 鱼控制 这么多油啊 这快油嘛 多一点啊 下鱼 阿公火大一点 要点手大就大 看到鱼声刚刚发音 里面是那个蜂蜗状的那种肉 就可以了 这个火火就恰到好处 阿公火下一点点 这个菜做得成不成功 全靠阿公一把火 先把这个肉煸香 吃这个水产就要放点 这个猪油就太香 一舀进去一个油就吃就出来了 大芝母缩成的小芝母 基本上就可以捞出来了 五花肉丁煸出油之后 捞出备用 再放入姜蒜和泡椒粒炒香 调味料中自然少不了豆瓣酱 一勺豆瓣酱下锅 立刻让锅里的油变得蓬润透亮 然后放入姜蒜 开始 走你 你下去一嗆就香味出来了 闻着就受不了了 好想吃啊 盐锅边淋入料酒激发香味 再加入猪肉丁回锅 倒入清水 开始小火慢炖 白糖 OK 大概一百零八克 一百零八克 香辣浓郁的汤汁 加上芽菜甜润的口感 为香酥的鲫鱼 浸润上层次丰富的复合味 随着阿公一把把的添柴 汤汁中丰富的味道 逐渐被鱼肉吸收 带收干汤汁 再撒入芹菜丁和葱花 一道干烧芽菜鱼就完成了 好香啊 好香啊 准备上桌品尝 回家吃啊 好 开干 开干 来吧 这糖的肉 一咬了后马上里面这个油就出来了 充斥着整个口香 确实是 加猪肉是让这个鱼整体的生活 防猪油跟防猪肉 咬出来的油是不一样的 而且还能够出来这个口里干 就放嘴巴一嚼以后 让这个油吃吃出来 然后充斥着就满个口香 非常的香 阿公 现在是不是吃得好心情也好呀 第一项我都多了 阿公您才86岁年轻得很啊 才43公岁 公岁 公岁就是像那公斤一样 吃点 如果不是公岁的话 也十几岁就大很了 像我在外乡上班的时候 就每年过年的时候会看一看 有时候我看到 一天一天老去 特别是我奶奶 就在我打工的途中 然后是去世了 我就感觉对老人的陪伴太少了 奶奶的去世 让常年在外打工的阿米 决定返回家乡 陪伴独自生活的阿公 对我老人来讲的话 对金钱来说 或者是对美食来说 其实都是次样的 最多的就是 最需要的 最渴望的一个就是陪伴 在阿米拍摄的 每一条美食视频中 都少不了阿公的身影 川菜是阿米的最爱 无论怎样 变着花样研发新菜品 总离不开这熟悉的味道 做菜让他重新过上了 小时候最喜欢的农村生活 也能陪伴在 从小带他长大的阿公身边 家人就是平凡日子里 与你一起一日三餐的人 平凡却踏实 陪伴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爱 一座城市的吃吃喝喝 总能牵动一颗颗躁动的心灵 宜宾人对美食的偏好 兼容并包 却又刁钻挑剔 在会吃的宜宾人眼里 英雄不问出处 不管你是南北大餐 还是街头小馆 只要能让他们 夸上一句味道巴士 那就一定会成为 你的忠实粉丝 宜宾市脆平区 有一个不起眼的烧腊摊 他家就拥有一群 忠诚的追随者 这一对90后小夫妻 多次被当地自媒体拍摄 被称为宜宾烧腊界的神雕侠侣 马上就要到小两口的结婚纪念日了 丈夫文小正决定放一天假 他要给妻子做一顿饭 要做的正是他最为拿手的烧腊 提起烧腊 人们往往会想到广式烧腊 广式烧腊以烧为主 皮脆略甜 而宜宾烧腊是卤出来的 也就是常说的卤味 我要去看看文小正做的烧腊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今天早上我们出发了可是挺早的 五点多就起来了 现在到了市场 也不过刚刚要六点 我们还拿着这个 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主要是长生太早了 我们要选择肉 看不清嘛 咱们都要买什么肉 主要是买猪蹄 还有鸭子 我好像听了鸭子叫了 要想在农贸市场挑到当天最新鲜的食材 一定要赶早出门 我和文小正的第一项任务 是挑选做烧腊用的麻鸭 这个怎么样 这一项是压力 撒出来还比较干净的 光滑 摸起来很舒服那种感觉 鸭子选好了 下一个目标是猪肉摊 热乎的 就可以感受一下 还有余温 这个肉比较新鲜 然后它这个颜色比较鲜厚 拿板开一下 回家的路上 文小正又带我来到一处油房 打菜籽油 这正是文小正家做烧腊的一个秘诀 他说要用菜籽油调配出一种 制作烧腊的灵魂蜜料 会是怎样的口感呢 先把口感装开 好 红豆蔻 香叶 对 放一点老姜 去一下腥味 对于宜宾烧腊来说 决定口味的关键 是各家卤料的不同 在配置卤料的过程中 文小正发觉 一般卤味烧腊 肉质肥厚 滋味浓郁 吃多了容易上火 通过调整配方 加入不易上火的香料 它才最终配置出现在的配方 我们如果散开 然后丢在锅里就OK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包裹 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放 哪个东西 你的爱心 放入充满爱心的卤料包 再将超过水的鸭子 猪蹄等肉类投入锅中 在滚烫的卤水中 食材的颜色逐渐发生变化 现在鸭肉进锅 已经有十多分钟了 我能够看到鸭皮 有一点点金黄色了 刚刚带回的菜籽油 就要在这时发挥作用了 在菜籽油中 投入各种香料 此时必须仔细观察火候 等到香料炸至金黄色 将其捞出 将热油搓在花椒和海椒面上 再撒上一把香喷喷的芝麻 灵魂蜜料 芝麻海椒油 就大功告成了 卤好的鸭子和猪蹄 红润光亮 软嫩浓香 肉质饱满 弹性十足 再拌上香气四溢的 蜜质海椒油 赋予了食物诱人的色泽和风味 这正是宜宾人 最爱的烧辣的味道 满满一桌子烧辣 都是文小正的家人 最爱吃的种类 肉质烂熟细腻 入口即化 喷香入味 这个菜一入口 立刻就 马上就知道 现在我这是在哪 这是在四川 就那个麻味 直接就进到嘴里了 你是这个皮子 我知道 真香啊 来干一杯 来干一块 在床华人占料 你还记得当初 他追你时候的样子吗 我们那个时候 就差不多非主流的时代吧 看起来就比较 放荡不羁的那个感觉 但是认识久了 才知道他还是 比较正经的一个人 心里特别老实 忙的时候没有 鼓励的老门 老的感受 特别乱 那甚至我的时候 我还出去 从业评仇部 然后没人在乎 我又感觉都愧疚了 一般别太生气了 你看 一个花就是棉粉玫瑰花 还能够把饰很久 三个天不能睡 还不能吃 从同学到夫妻 如今又共同创业 文小正与贺清荣这对小夫妻 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 但两个人始终相信 只要勤奋 用心 就一定能过好他们的小日子 比心 爱你哟 结婚 新年日快乐 如今烧辣摊位前 总是排起长队 他们也在准备迎接 家庭中的新成员 烧辣最为寻常的街头小吃 见证着他们的爱情 开花 结果 也见证着这个小家庭的幸福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食中藏着人生百味 其中一味就是家的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